我本身是有中学教学的经验 那这一首诗呢 是在2008年写的 就是写给我班上的同学 那有一种生态 叫做青春期 很多时候 在还没有学习之前 还没有学习课文之前 你需要处理的是你的青春期 你的苦闷 你的叛逆 那我当时候带的一般 就是在学习能力上面 可能会稍微比别人落后 然后本身有很多的 他有个人的记忆需要去处理的 所以其实是很美好的一段回忆 那也写了一首歌给他们 我先朗诵这首诗 那再唱 《渔轮》 若鹏说牙签 我是渔轮 让那个鱼被叉 听到你们不识犯错 我希望你们知道 天天回过的是我 我天天回过 我感觉像鱼网 我感觉像鱼网 和你们一起牵动 我不知道我们是鱼还是网 是鱼的话要被捕 是网则要被人使用 利用身上的坑坑洞洞 不过 不过坑洞是好的 有了坑洞 才能够把满腹满怀的水 抬出去 有了爱 才能够体调 才能够体谅 才能够体谅 就是一件不大 不小的课室 人拒绝学习 不就和鱼拒绝游泳一样累吗 拒绝游泳 大概比游泳更累吧 而世界最大的鱼网 不就是海洋 我不知道我们是鱼还是网 也许我们是人 也是鱼也是网 可以捞起自己 也可以捞起其他 听到你们不是犯错 我希望你们知道 天天回国的有 听到你们有发愁 听到你们有发愁 我希望你们知道 天天回国的人是我 听到你们有发愁 我希望你们知道 天天回国的人有我 在课室里面 你们不断用扫荣 敲空外面的天空 但是在天空里面 世界是一件不大 不小的课室 听到你们有发愁 听到你们有发愁 我希望你们知道 天天迷惑 的人是我 听到你们有发愁 我希望你们知道 天天天祈祷的天空 在课室里面 在课室里面 你们不断用扫荣 你不断用扫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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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天空里面 在天空里面 世界是一件不大不小的课室 Championship 你不断用不断用扫荣 ING ING 谢谢